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国内也有很多的热议 这些热点怎么看 其中一个当然现在是已经有所缓和的美中贸易关系 另外一个还在持续当中的香港问题 首先我们欢迎林先生上我们节目 林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林先生我知道在中国国庆十一期间您是回到了国内 也很多时间在北京 而且我想您也看到了 我也跟一些这个期间回国的朋友 特别从海外回国的朋友跟他们聊 他们有个共同的感觉 他说这一次 他说我们才看到很多的活动和人们的那些精神面貌 他说我有一种感觉 人们无论是天安门广场游行的 还是老百姓在下面议论的 那个心气很好 而且人们那个好像 比如说我要说谁好 觉得自己生活有信心 日子会更好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都是跟以前那种 像以前大家都认为这是政府组织的 什么这完全不是 您的观察 我这一次呢 十一前后呢 北京在中国待了一段 一个是去旅游 这次旅游呢 我家乡是甘肃的 我这震动还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 一个是改革开放 建国70周年 改革开放40周年 还有脱贫攻坚 这过去四五年了 那我觉得甘肃 你知道 甘肃呢 是一个在国内抬不起头来的 海外可以扬眉吐气的一个省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国内抬啊 那和江苏 和浙江 和广东这些地方 你连隔壁的陕西都抬不上 抬不上 但是呢 现在我们不和他们抬 我们甘肃 对吧 我们一说我们GDP是越南的两倍 我们GDP总量是超过 平均值是超过印度的 对不对 这一下就显得高大上了 注意观察了一下 甘肃的这个发展建设 因为我曾经去过很群的地方 原来我住那个地方也很 甘肃是一个长期以来 因为人稀地少嘛 可以说 要说发展度平衡 甘肃是一个突出的地方 我个人体会就是说 现在呢 一个是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个是和内地的差距逐渐在缩短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旅游嘛 首先是公路嘛 公路呢 我现在高速公路都有了 我到高速公路旁边的这个管理站 进去休息的时候呢 也拍了些照片 特别注意到就是说 其实这个硬件管理是公路的建设 桥梁的建设 质量 对吧 这个通畅度等等 软件的建设就是看给大家提供的服务 我就发现前方道路的情况 在休息站随时有通报 而且呢 现在呢 这些垃圾箱的摆放 对吧 最观察的就是小便池如果出现了问题以后 马上会有一个带子 黄带子封起来 告诉你 请无实用 那么这些呢 规范化了 规范化了 就是像甘肃这样的地方 包括我去了一个陆南的城县 一个县就是 晚上灯火辉煌 刚刚这个和70年代 马上要迎接70年大庆 但是我看了一下 这个集市很热闹 就是说40年前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省会城市的一个级别 都达不到这个水平 那么现在呢 现在中国一个县级的城市 有人说就像一个欧洲小汤一样 对 另外我是明显感到人的文明承诺 因为像甘肃 你知道过去封闭 交通各方面都比较比赛 就从人的素质来说的话 确实和内地还是 还是这个有差距 但是现在我就感觉到人们 都非常那个受秩序 非常彬彬有礼 你知道吗 这就是进步嘛 这是教育这个提高了嘛 那当然也有 也是有差距的 和内地比 或者和国际比呢 就是还是有差距 但是呢 对于这样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 我自己作为一个甘肃人 家乡人 对于家乡的聚变 我是感到非常的这个正风 你有没有去过美国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偏人省份 我去过达勒威尔 我去过蒙塔纳 达勒威尔还不算偏吧 那已经算偏的了 是吧 你也在华尔顿州的 华尔顿州的赛考里面 这个我去过納斯特高达 萨斯特高达这些地方 那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三十年不必 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这种地方 人少啊 基本上省人口是相当于中国的青海省 几百万 对吧 没错 所以我沿着29号公路 由南往北开的话 前后不见车 左右不见房 对不对 那个土地呢 一片黑 一片黄 后来我就问当地人 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说因为我们可公众的土地太多了 所以呢 今年跟这块 明年跟那块 这是人家那个 咱们就说美国这个地大物博 这个土地肥肉 可公众的面积比中国高很多 因为美国不像中国 东西都是高山嘛 那么相比下来的话 就是从边缘地方的相比的话 美国人活得很悠哉 对不对 因为虽然三十年不变 但是呢 他们喜欢那种生活 他们喜欢那种生活 那么在中国的话 我发现就是小县城现在也是忙忙碌碌 对 大家呢 确实现在修了很多高楼 住宅区什么 但是从北京一直到底下 人们生活还是很忙碌的 因为什么呢 也反映中国人情分吧 日子过得要更好一点吧 起码是中国家就说一句官话叫有追求 那么我接住的范围 当然是我家的亲戚了 还有一些这个 亲朋好友什么 对这一次七十年的这个大庆呢 大家还是充满一种喜悦 真是把它当成一个自己的节日来过 我也听到了一些老头老太太 一些平常对诗局不做评论的一些人 他们也能说一两句话说 哎呀 这个 这个月宾好看 真是这个这个 长志气等等 这些人平常对关注的更多的是社区的生活 自己的生活条件 但是他们也能感觉到这个国家富强 给他们带来的啊 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吧 增加了 就像我一个朋友 他自己从北京开车到湖南 因为他要参加他外公的一个 故居的一个落成 他就说哎呀 他说我非常surprise 他说到了湖南甚至湘西里面 靠近湘西里面 过去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他说现在的小城建设 真的比我们这个能看到那些美国的那些 欧汤 欧东的那些小汤 真的不逊色 所以看到中国的生活状态确实不错 关键是现在人文素质也有很多 对 我们有时候网上微信上看到有些人不讲道的 不守规矩啊 那这种是有了 高铁上什么站座 我这坐来回坐了几次也没发现 我说我能不能碰到一个吗 看看怎么收拾这个人 结果大家都 其实我在北京坐高铁我也发现 那我那个高铁坐位 我去了以后 那个有一个小孩就坐哪了 他一看 我说你是坐这 他说我坐这 他说我赶紧给你让位 我说你不用让 你在哪了 我说我也是一个人 他说我坐那 我说那行 我们俩就换一下他 感谢我半天 做错的 还有一次服务员来查票 我找不着我票了 我说刚才在手里攥着呢 这是后边有一个人拿着票 说先生这是你刚才丢的票 是你的票 我说是我的 人们有关心别人 或关心社会这份用心了 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 当然我想咱们这儿南加州有很多朋友经常去大陆 对吧 去大陆 应该大家都有切身的体会 这个是按照平常心来体会的 并没有说刻意的去 这里没有政治意识形态问题 也没有人的个人政治立场问题 完全是一个人的个人观察 对 那么当然社会上也有也有些牢骚也有些不满的 猪肉涨价了 在哪都在哪都不都是如此 对猪肉涨价了对不对 说到猪肉涨价我来请教您 其实我就不知道在您在国内 国人怎么议论这个美中的贸易关系 或者美中贸易战的 约往这个西走啊 议论的越少 那是那是 为什么呢 你看我到山西到甘肃人家说 哎呀这个我们这些年和美国的这个贸易 发展也比较那个什么 比较少 所以呢对我们可能对整体有影响会波及到我们这 但是从目前来说直接影响都没有 该过什么日子还过什么日子 没错 但是呢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事情呢 闲聊起来 还是会纳入一个话题 大家呢在一块扯一扯对吧 总的来说呢 但是国内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都是知道就是说 对外部的信息有些 网是看不着的 那对 所以我一回来以后立马就感觉到是处在战火峰飞之中啊 中美贸易战就哈就不得了 因为各种评论很多嘛 在国内呢这个 这方面的就是受这方面的这个影响比较小 大家只能看到新闻发言人简短的几句话 对 另外一个就是感受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受到 因为我这次没去江浙一带广东一带据说这些地方 广东一带受到影响 大家关注美中贸易战有点不太一样跟以前 以前呢大家有点把它当这个闲聊话题 现在人们开始跟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这个国家大家在关心 当然也不免有一些情绪化的言语 甚至一些用我们这里的人话讲叫做民族主义的情绪 这个可以理解 是 觉得因为毕竟这个本来两国贸易好好的 突然这个他美国觉得不公平了 就要通过加关税硬要中国改变 当然还好美中毕竟在前不久 两国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共识 还不能叫协议 因为最后协议还没有出来 我们只能说初步的共识 怎么看这个共识 我时间关系我们先休一下 回来以后我们再请教林许先生 谢谢